受到了疫情的冲击 很多的产业都受到了影响 而行政院的纾困团队 周二再开记者会 针对补助劳工的部分进行说明 300亿的现金补贴 还有劳工贷款 现金补贴是针对自营工作者来补贴 有牌付 不能够重复领取 还有弱势优先的三大原则 纾困城市中团队 一兆元旧台湾提振经济 当然少不了广大的劳工阶层 我们保全了劳动力跟企业的实力的话 那么整个经济就很快的可以获得反弹跟付出 劳动部分别针对减班休息劳工 失业劳工和企业等盘点扩大行政措施 包含针对减班休息劳工 鼓励在职劳工参加训练课程 补贴18960元 三月份推出的安心就业计划 补贴减少工资11000 也针对投保急剧低于23800元的劳工 提供每个月最高12640元 300亿的薪资补贴的部分 我们是针对无一定雇主的自营作业者 我们给他补助 第一个排付 第二个就是不重复领取补贴 弱势优先 失业劳工享有失业补贴薪资的六成 子女也有就学补助 高中值6000元 大专院校24000元 另外也针对自营工作者 每人每月补助1万元将一次发放3个月 帮忙100万劳工渡过难关 涵盖面达到50% 劳动部也正言你 第一例纾困贷款 利息1.845% 每人可贷款10万元 首年利息政府补贴 缓缓期可达3年 让劳工负担不会太重 另外紧接而来的五一劳动节 到底放不放 劳动部很两难 按照疫情指挥中心的一个指示来处理 只是说这是国定假日是不能取消的 它或许可以因疫情 或许可以延后 要拼经济还是顾疫情 这球又丢回指挥中心 记者 严谦夏宇之台北桑道